總共我們要做出五個按鈕 這五個按鈕實際上就是 剛剛有demo給各位看 第一個按下這個熱透彩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些 等於是這裡面的儲存殼裡面的資料全部都輸出 可是全部都輸出的話 你要重新思考說VBA怎麼寫的話 其實很花時間 所以這邊我們有一個取巧的方法 其實取巧的方法是怎樣 實際上我按下這個按鈕 其實是怎麼樣 我是把剛剛的公式重新把它貼上去而已 重新輸入到這個儲存格 OK 就是這樣 所以你原來已經做好的東西 你只是想要變一鍵完成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這些公式怎麼樣 這些公式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那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VBA裡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是把 你之前做的公式 就是跟VBA結合在一起 那VBA只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 跑一個回圈 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輸出到B欄裡面把這個公式貼上 但是貼上的時候呢 可能你需要做幾個改變 因為這個貼上的話 你預設的公式裡面是A2 那你可能要底下變2 變3 變4 一直往下 底下可能會有一個地方會變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第一個這個公式 所以B欄貼這個 C欄貼這個 D欄 E欄 所以你可能需要把這四個公式 先做完 然後也填滿 第二的話 你在思考說 那你這個熱透彩的公式 其實我們主要就是把它輸出到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輸出 第一個一樣 我們開啟那個VBA 這個跟前面講的 就一樣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也許我們叫做樂透彩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出現一個什麼 欸 SUB 這個SUB叫樂透彩 那這個樂透彩裡面 請各位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需要做什麼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前面都講過吧 應該有印象 然後呢 輸出到 然後 B欄裡面要輸出什麼東西 那特別注意喔 你就 Sales ID 等 這個B欄 輸出 後面你先給它一個 雙引號 那再來你做什麼呢 請你把這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 複製之後記得喔 這邊按取消一下 否則你 你如果沒有取消 你切到那個 這個VBA 它會點不進去啊 記得喔 就是這邊把它取消 再切回 這個 這邊喔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然後貼上 底下這個我先拿掉 假設貼上 不過你貼上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清除先把它清掉 假設裡面都沒有 那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 B欄的輸出了 不過喔 它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底下全部都是 因為我這邊都是A2嘛 這邊 這邊貼上的公式都A2 所以呢 也就是貼上之後 每個都是A 抓A2的值 那 怎麼辦 你變成你這個地方 這個2喔 必須要改成I 因為I的值有沒有 會從第二列 變第三 NAS的就是3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 那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2改成I 特別重要 你不是說直接打一個I 就可以了 這個規則跟前面講過的很像 就是說 第一個 把這個2 我習慣是把它選起來 先把它切開 變成什麼呢 分開變兩個 本來一個字串 有點像一刀蛋糕 切蛋糕 切開來之後 變成兩個字串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要串 再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就是必須 AND AND 有沒有 這個跟前面那個規則一樣 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所以我前面好像有特別強調 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比較簡單 你乾脆背個公式 就是 双一號双一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打一個I就可以了 這樣子 把它當一個公式背起來吧 不過最好是理解的 然後AND的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這樣OK了 這個有時候多做幾次就熟了 這東西其實就這樣子 好 我們試一下 也就是說呢 現在都A2對不對 那再來它就會把2變3變4變5 一直往下 所以執行 有沒有 底下這邊有沒有 它本來是A2嘛 變A3 A4一直到最下面 那還有CDE怎麼辦 CDE藍的話呢 實際上喔 你就是把這一行 複字 再貼 好 貼上之後呢 把它改成B變C嘛 再來變D 其他都一樣 所以這個做法的話 把它這個 我剛剛有做完的 把它back回來 好這樣子 一樣 把C藍的再貼公式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 一樣再串一個I 那D藍的話呢 一樣是B 本來B2有沒有 這個地方一個 這邊再串一個 OK 然後呢 一藍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改一下 其他好像都一樣 OK 把它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 這四藍 你把它全部先清除掉 執行 全部都輸出了 這個方法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有很 就是已經寫好的公式喔 那你要想要把它變一鍵完成的話 一鍵完成所有報表 那就可以直接把公式貼到 那個儲存格後面那個地方就可以了 再做修改 最後的話當然還有個清除啊 清除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的公式喔 其實乾脆整個拖拉 按Ctrl鍵 那我習慣按Ctrl鍵就複製貼上 Ctrl鍵等於複製貼上 那你把什麼呢 把這邊先改成樂透彩什麼 清除 名稱不能一樣 或者叫清除也可以 然後呢 把這個後面的東西 公式都刪掉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每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通通都塞這個空置串 這樣的話呢就是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試一下 樂透彩清除 那知心它 清除了 輸出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樂透彩 直接輸出跟清除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我想在雲端上 其實也有這兩段 這一段跟這一段 那待會再來看喔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呢 還有什麼功能 按下格式化 自動幫我把什麼 這裡面喔 只要是小於 等於7的 這個 這個 好像有點問題 這輸出有什麼 Rack EQ 排序 還是這個資料 B2 B3 資料 有些是 B的那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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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那欄 B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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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改掉 OK 所以這個 這個都一樣 所以 這邊工 我看看這個地方 所以出錯 有時候 應該是這邊沒改到 這邊 A2 所以其實 還有一個方法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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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剛剛 這個 剛剛 可能錯掉了 沒有把它改過 OK 那等一下來看 這個地方怎麼做 這個部分 不是用剛剛 設定格式化條件 而是用BBA來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BBA部分 是稍微 對各位來說 比較難一點 但是呢 你未來呢 當然要增加效率 我想 還是 如果是速度上 效率上來看 其實BBA還是比那個 我們用函數來的快上許多了 不過相對的它的難度 當然也會比較難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樂透彩 剛剛的總共有五段 就是五個公式直接用BBA幫我輸出到儲存格 試試看 嘍 試試看